为了执行中美边境43号戒备的巡逻任务 前一天官兵们从诺江大峡谷北段海拔1920米的迪正当村出发 然后沿着独龙江和独龙江的支流白马王河逆流而上 进入担当立卡山脉 这是云南省军区诺江军分区辖区内路程最长道路最艰险的一条巡逻路 海拔高差达2000多米 预计行程七天六夜 往返距离150公里 第二天就在战士们吃早饭的时候 跟随巡逻队一起参加巡逻任务的记者张天阳 身体却出现了不适 别人在吃饭你不吃饭 独龙江喝过 气候特别潮湿 并且在同一天的巡逻路上 小雨一直断断续续下个不停 晚上又睡在野外 所以很容易感冒 带着严重的感冒进入高原 急易转为其他高原病 而在巡逻路上得不到及时治疗 就会有生命危险 因此记者张天阳 已不能继续往山上走了 上山的第二天 记者张天阳只能原路返回指挥部 敌政当村 而军事纪使设置组的其他成员 将继续跟随巡逻队 完成这次拍摄 山岳丛林中没有路 冠兵们只能沿着白马黄河穿行航路 在河道变窄 或者遇到被洪水冲下的腹部族等后 他们就会进入丛林向上攀陪 从陡峭的山间翻越过去 这些是松的啊 小心啊 这块土是松的 冠兵们所说的路 实际上就只是能够用脚踩上的 突出的树根和岩石 最窄的地方 只有二十厘米块 上面满是湿滑的台鞋 稍有不深 就会跌入二三十厘米的身子之处 我们今天上午的出发点 其实就是沿着这坨下去 如果用直线距离来量 可能也就八百米左右 后面再慢一点啊 这里不好过 把距离拉大一点 从小平衡啊 从小平衡啊 老爸 年纪 快点快点 没事吧 没事没事 虽然只是走了将近一公里的路程 但是巡逻队现在已经沿着河谷 翻越了四五座高山 而如果以现在的速度 在没有到达输营点之前 天就要黑了 所以 尽管路不好走 巡逻队现在还必须加快行军的速度 哎 怎么了 哎呦呦呦 在那 coaster呢 哎呦呦呦 闻着丁咬呢吧 不知道啊 可能在那个草虫里面嘛 草虫里面那种虫子 那个小黑黑的那个 这个独起来没什么感觉 感觉眼睛有点睁不开 打蚪里 昆虫的种类非常多 并且有很多都是有毒的 排长人尾被毒虫叮咬的位置 是在眼睛上 有着相当的危险性 很有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 好在人尾的眼睛 只是有一些红肿 没有出现流震形象 在这里 没看 我这眼睛的红肿 如果再从那里 就有点不舒服 没事吧 没事 没事没事 不影响 这点小 伤得还撑不上 加快了行军速度 在陡峭的山路上 此时大家都是相互叮嘱 在这里 任何溜号的举动 都有可能引发威胁 就这样艰难的走了四个小时后 一个十米高将近九十度的陡坡 又挡在了巡逻队的面前 这个陡坡 这个陡坡完全是沙石构成的 战士们的脚踩在上面 就会不断有沙子往下面滑落 小心 小心 慢一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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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就在大家往上攀爬的时候 但是梁敏突然脚下了海空 滑了下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幸好干事梁敏没有受伤 在艰险的巡逻路上 如果出现伤病 不但不能完成巡逻任务 而且还会危及到生命安全 来 麻烦 慢点 慢点 这是刚才滑下的印子是吧 对 屁股 这钱都是啊 都是 还好是滑下去的 没事 没受伤 没事吧 你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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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了 来 来 来 哎呀 慢点 慢点 危险啊 巡逻队走了五个小时的路程 看起来大家都非常疲惫 过来点 还行吗 还行 战时李成龙的腿已经出现了抽筋现象 怎么会抽筋呢 这个 这个山路坡都太多了 然后腹中又太多了 然后可能长途八色 然后这个腿不直的话 肯定有点抽筋 李成龙的体能一直是他的弱下子 而他被选为巡逻队员的原因 正是他的意志顽强 拿着飞的东西轻一点给李成龙换一下 对 对一点 还能坚持 来 战时李成龙唯有因为腿抽筋而凋肥 在极端环境中 往往坚持走下来的并不只是依靠身体素质 更多的是依靠坚强不屈的精神信念来支撑 赶在天黑前到达宿营点 将关系到整个巡逻队的安全 在五六十度的倒坡上前行 大家都是你拉我一把 我推你一下 再也没有片刻休息 晚上七点 一直加快行军速度的巡逻队 终于到达了第二天的速营点 塔公网 到了 有这个团呀 到了 像这样的速营点 一路上有三个 第一天住的是白马 第二天住卡公网 第三天住拉达捷 第四天将到达43号戒杯 没有啊 还是有点累的 但是习惯 没有人要调退 各组之间先进还是比较好 明年第三天 行程 从图上距离来算 比今天还长 应该有问题 我对大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吃过晚饭 官兵们早早在钻进了睡袋 十一个小时的山路 已经消耗了他们太多的体兵 第三天的路要走得更远 每一个人要尽快地恢复品能 原来天能有些透支的战士 李成龙又是难题 脚底下起了大炮的汤 该怎样继续坚持 通过长达两公里的沼泽地 官兵们又将采取什么措施 安全通过 在看见43号戒杯的名单中 又拥有李成龙这个名字 军事机时正在播出 尋碑43号第二期 一大早我们才知道 巡逻队里又出现了伤情 卫生员正在给民兵队长的脚进行包扎 民兵队长的脚昨天被树枝扎伤 现在的情况是 他必须留在原地休息 等待三天 当巡逻队从43号戒杯返回后 一起下山 新的一天 路途同样艰险 而最让大家难受的 其实是双脚 除了不断地走过河流 很多地方也都是沼泽 一脚踩下去 就像活西泥一样 双脚泡在石头的鞋里 非常难受 但是前往43号戒杯的路 依然遥远 前一天 大腿抽筋的战士李成龙 好像又出了问题 什么了 你呢 在这脚有点起泡 脚起泡了是吧 因为刚才他刚从那个 外面学习回来 在训练大家有点爽 好痛啊 现在 痛啊 有点痛啊 已经生虚了嘛 都是啊 这个水泡久了以后 皮肤就软了 软了以后抹久了 这全发白了 李成龙的脚 已经被水泡得浮肿起来 因为脚磕在石头上 脚指尖也被顶得紫了一块 看着李成龙脸上挂满汗珠 大家都开始担心 他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我自己来就好 他三公里这样就好 不用不用我坚持过来 你自己不要动也够多 他自动休息 这也是太重了 我的面目没事面 我都没有 他还没吃面 我怎么想要 李成龙把背脚 背包死死地抱在了怀里 毅力坚强了他 不愿意加重战友们的负担 原来他这个电池 他那个汇报有多多吗 他背包比我们还多 因为他两个备用电池都差 还有个监制 还有个监制 只有一个新年他就是到43号戒备 无论如何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担我们 亏趋不可能 亏趋不可能 新年从哪来的 新年在心中 新年在心中 四十三号戒备对你什么重要 不光对我重要 对我们所有人也认为 四十三号一直在我们心目中是一块神秘的戒备 这次我有了这个机会 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身为一个边缓军人 能到四十三号戒备去 这里一时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的高寒山地地形 周围的树木慢慢变少 地势也相对平坎 但这些变化并没有让路变得好走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经过的第一片沼泽地 苏名叫做高山石地 当地老百姓把它叫做高山石地 这个高山石地在三千五海拔以上 有保持水土的这样一个良好作用 这个竹缸现在差不多有一米五 我这样稍微用力一点 就可以一半甚至一米的距离都已经下去了 如果说我们悬楼官兵掉到里面 都会越动越陷 就像泥潭一样 无法逃生 那么我们前几届的悬楼官兵 每一届经过这个高山石地的时候 都要从四周捡木头过来 减多这个木头垫在高山石地的一侧 大家就可以踩在木头上面 安全地通过高山石地 这片沼泽地的两侧 一面是深谷 一面是秘密的藤蔓和树枝 官兵们只能沿着沼泽的边缘 慢慢前进 他们手拉着手 每走一步都非常的想起 这片沼泽地有两公里长 走在这里 大家必须要聚在一起通过 如果一个人落单 通过沼泽极其危险 大家休息一点 一定要休息 踩在木头上 别一趟很深 每一趟都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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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点很湿 慢点啊 这个地方好修啊 快点炒皮 好 后面的啊 后面的踩出炒皮 翻过眼前这座高山 官兵们就可以到达第三天的 宿营地拉打起 虽然脚下起步 但是李成龙一直咬牙坚持 他并没有听连长的话 把背包交给战友 而是一直顽强地 背在自己身上 这还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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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行 现在可能 有水泡了一下 可能身头有点那个 有点痛 那似乎有多大影响 那你是不是这回 七个冲顶组的人 到时候听他安排 到时候没说 你想不想 想 非常想 这一路走来就为了 三号戒杯 如果明天不让我吃 可能会非常遗憾 到达送营点拉达结后 带队干部马上开了准备会 明天就要到达四十三号戒杯 而在完成四十三号戒杯的 巡逻任务后 巡逻队还要当天返回这个送营点 面对路程最远 耗时最长的一天 他们必须要考虑周全 最后能够抵达四十三号戒杯的队员 必须是优种选优 一旦有人出现伤病 或者毅力不够顽强 很可能影响到整个巡逻任务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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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以后 所有人要准备好各种物资 到 到 没有入选看借四十三号戒杯的人员名单 李成龙很失望 睡觉前李成龙找连长来了 有些话不说出来 他没法睡个好觉 走 走 你是想去吗 我是 你有什么想法 娘我也想去四十二戒杯 我知道你也是 走 我们找个地方看一看 是娘 您 你也看到了 经过前几天的努力 高海拔地段我也经过了 虽然我体能可能没有其他同事 那么好 但是我有一颗坚定的信念 人员 只要是我想干的事情 我绝对会去完成它 我会付出我一切的努力和代价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 娘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完成 做好走和留的准备 走 一定要走下去 是 一定要完成 是 必须要确保 全力的完成 要爬就要爬回来 是 那也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该想那么多 是 晚上好好休息 明天再跟你说 是 谢谢您了 去去休息吧 是 好 早上六点 天还没有完全亮 官兵们就已经在准备行装了 昨晚又有一名民兵 因为发烧 被迫留在送银点 拉打几人 至此 出发三天 已经有三人跳舞 而这一天 最终能到43号借杯巡邏的官兵 不将接受怎样的考虑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巡杯43号 第三集 中远边境 预计徒步行程 七天六夜 往返一百五十公里的巡逻任务 正在展开 两千多米的海拔落差 让这条巡逻路的环境变化波端 超市门热的独龙江河谷 满是海显的森林小域 高山湿地的沼泽泥潭 不过让人步步惊心 而神秘的43号借杯 还隐藏在云不聊兆的最高神方 《军事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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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集 《军事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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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纪实》